名人读小说梦想之城 小说梦想之城描述17世纪末 当纽约还被称作新阿姆斯特丹的时期 一名外科天才卢卡斯托纳 和精通药草的妹妹莎莉 移民到当时被荷兰殖民的纽约 原本想在新天地争得名利 却出卖了亲人 演变出托纳家族的百年恩怨情仇 歌手李圣洁最近看了小说 这个书我超爱就是很人性 当你不择手段 为了自己的欲望 其实都是用那种很极端的 一个写词的一个手法去写 所以当你在看医学的时候 过程让你觉得不会很无聊 看完感想是怎么才两本 因为太想看了 就是上厕所看然后吃饭看 然后到有一天泡饱的时候看 就掉到浴缸里面 需要一个防水的书套你知道吗 他把历史生活化然后人性化 然后格局很大 这整本书他提到的不只是医学 不只是历史 他提到的还有人的欲望 想要争夺 想要拥有 你会眼睛围这一点 你就觉得很血腥 但是又那么的真实 李圣洁对书中描述的手术过程 印象深刻 每个手术过程都好像栩栩如生 你就好像躺在手术台上 然后想象的当时没有麻醉 然后被拿出你的解释 那个挣扎那个痛苦 你可以感受到 现在人不可能感受到的状况 他在描述那个人 他的疾病的时候很厉害 他可能说他这边长了一个粉流 那如果粉流有多大多深 才告诉你挤出来会有什么 连这个都很零零继致的说明 因为马上就是脑中就有那个人的样子 书中男女间的欲望表现 让吴康仁很有感觉 性爱的场面写得很好 描述的是一种情景 两个人在那个当下 你的心境 甚至还有幻想 比较遇着对方的那种拉扯 我觉得这个写得很好 他们要的很直接 不像我们现在很含蓄 要性 要你的医药 要你的生活 你的财富 他一直用那种很戏剧 很张力十足的一些冲突 勾勒那个人性 所以你会觉得 哇 这个才叫人 作者贝福利·史威林 对美国开发的历史很有兴趣 尤其是自己成长时期 和目前定居的纽约 《梦想之城》是系列首部曲 也是贝福利的第一部历史小说 出版后创下销售佳基 还被洛杉矶时报 誉为近乎完美的历史小说 系列的二三次部曲 都已经在美国出版 同样以纽约的历史为主轴 并延续首部曲 透纳家族的百年故事 想知道真实历史如何 和血淋淋的临床医术结合 那就快把小说买回家 动新闻台北报导